會不會工作 前一天叫貨 那早上就是一些 工人會幫忙整理一些菜 那該剁的剁一剁 該處理的處理 晚上我們直接差不多五六點 那大概七點就可以準時上桌 是喔 所以你們是板斗士家嗎 對啊 像我們家 從阿公那一代就開始在做了 是喔 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一個是頂有名 一個是駕駕駛 其實我剛換了一把刀 其實這個是剁刀 那非常難切 我剛用這一把 這一把應該也是水紙刀 對 它也可以削冷凍的東西 所以剛我在切水果的時候會斜一邊 這一把刀來切水果會比較正確一點 哇賽 我們終於找到那種特別來賓 可以分辨出來哪些時候用什麼刀 什麼是剁刀 現在邊聊天 這個鍋子已經熱了 邊聊邊做 對 熱鍋沒 熱了 熱了 所以現在要開始炒了 那其實我們開始炒不能隨便放 因為很多水果的一些維他命C很快就會消化 會氧化掉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以這個肉類的為主 所以我們還要先火腿先下去 這樣煮起來不太甜 那起司會不會 沒有 起司也沒放過 會有一片 沒有空腿 對不對 趕快弄起來吃掉 我管吃喔 起司真的會黏鍋喔 對啊 這樣 他們中口才怕 掉了一個下去沒有關係 不能怕 如果是說阿翔我就怕 這裡沒辦法 對啊 就這樣來 不是 好看喔他們喔 像起司這樣去沾那個鍋 日本人現在很流行就是說 把那個平底鍋 然後弄得很熱很熱 起司放上去 它會慢慢分解掉 分解掉 溶解掉以後 剛開始是溶掉 後來是酥脆 對 在變酥脆的過程當中 把那小魚乾放上去 然後一起去這樣去烤 可是剛剛阿龍 在拌炒的時候 有加了什麼東西進去 胡椒嗎 胡椒粉 胡椒粉 這是提味的 哇塞 妳啊 妳要放 其實這個鍋子 其實要熱比較慢 所以說 我們要稍微炒一下 有些煮灌是一種火嗎 對啊 剛好有想起 他們就是炒得不夠 那個肉就不香了 對 其實在爆那個 紅藏的精 就是那個火候 我覺得也很重要 人家你們是什麼 人家你們了 人家你們了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這個鳳梨放下去了 水果可以放下去了 吃枝叫 吃枝叫 阿姐 我想說那個 鐵的那個鍋子 如果沒有用到 就可以先拿下去了 對不對 你可以換 就漂亮一點 這個等一下吃 等一下吃 不要浪費 放這邊 現在把 鳳梨還有的蘋果 漂亮喔 放下去 水裡下去 你看這樣乾鍋去炒 它那個水分 水分都跑掉了 水分跑掉以後 它的香氣就更濃縮 對 香氣會更濃縮 你們好好看看人家 有沒有加到一滴的油 現在斷鹽巴 而且人家丁就是丁 不像你們切的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你們用心去切丁 然後我們要加一點 加一點鹽巴提味 對 加一點鹽巴提味 對 其實它的香味跟甜味 會更加的重 會更加的濃 就像鳳梨去問羊的意思 對 它就多甜 對 這都賣行的 真的 真的 剛剛好 柯師傅這樣煲的不簡單 你炒過了嗎 對 說得太簡單 應該煮一些魚翅來吃 煮一些雞肉魚翅來吃 煮雞肉魚翅來吃 煮魚翅來吃 像阿龍也拿手菜的 真的嗎 那我的拿手菜呢 那是薄膠牆 真的 真的嗎 可以把薄膠牆做到那種 就是這兩種